後載以後所有資產都拿去支付債務 這棟房子有跟銀行抵押貸款 所以被銀行拿走了 全家人連住地方都沒有 就離開這個地方了 過了五十年 銀行把這個房子拿出來拍賣 我們無意中聽到這個消息 我們認為這是主廚的紀念 想辦法買回來 我們就到銀行去參加投標 信義院被我們標回來 標回來以後 我們就跟政府申請要整修 因為這是被執行成古蹟 所以古蹟的整修要政府核准 然後你要照它的規範去修 所以2017、2018年整修完畢 開始對外開放 這個永光公司在這邊以前的規模很大 很多這邊的人都在那邊上班 所以公司破產有很多很多事業來 然後那個蓋這棟房子所 所有的工匠師傅都是本地的人 所以這邊的人跟這個房子的感情非常濃厚 所以這個房子被影響拿得很上市 以前有一個永光會 就是以前永光公司的同事那邊 他們每天會聚會去台北看主婦 後來主婦過世以後呢 他們就在外面聚會 這個房子買回來他們很高興 現在就回來這個地方聚會 而且呢 我們讓我們感到很溫暖 那些老員工基本上都已經凋臉了 現在都已經不在了 他們的後代繼續參加這個聚會 現在每年中秋節過後呢 他們就回來這個聚會也職 每年中秋節過後呢